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都不愿意和我沟通 我觉得她是很不尊重我 我们现在沟通也很困难 经常是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吵 现在的我们是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俩是像合租的租客 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过下去 还有什么必要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陈先生59岁来自福建公司职员 丁女士57岁来自江西公司职员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结婚十几年 再婚重组是吧 对 怎么了 被轰出来了 因为打呼噜是吧 不至于的吧 打个呼噜就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 我们确实现在的情况是分居 就是因为她是做一些商业工作上的需要 经常有运筹 而且这个运筹是三天一小喝 五天一大喝 那一喝的话 就经常喝得比较迟回来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接她的时候 整个脸都喝黑了 还吵得要喝第二茶 我死活运拽 就把她拽回来了 拽回来了 好 倒在床上睡了 那呼噜声震天响 我是因为工作 我出去喝酒 并且我每天晚上 我喝到九点多就回家了 你问题是三天一小喝 五天一大喝 你长此以往 你最关键的 你还有胃病啊 你怎么吃得消啊 怕您出事 身体不好少喝点 这么大岁数没个底吗 是这个意思吧 关键还影响了我 我一宿没睡着觉 你说我一宿不睡觉 你们感受过没有 你多难受 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跟她分须了 而且她是大男人主义 特别的严重 就好比 因为我们年龄也不小了 我们在海边买了一个房子 就为了养老用的 不好啊 养老用是不是要两个人住得舒服 是是是是 关键你是不允许我参与 那我去的干嘛 我不让你参与 是因为 你去了 到了那边还是会跟我吵架 因为营底的性格 你是很容易走极端的 我一旦不让你在那里参与 那你为什么不考虑 要给我一点 比如说我舒适的地方 我的包放哪里 我的衣服放哪里 是我的小动物放哪里 你最起码要考虑我吧 家里还要养宠物啊 之前呢我们家女儿 因为经常出差她工作 她养了三只猫 三只猫呢就寄到我们这边来 因为出差嘛 猫没地方寄 就寄到我这里 那我想我给孩子嘛 解决一点问题 但是她是死活不肯 然后我跟她千求万求 千求万求 就是不肯 最后我非常努力地求 好不容易同意了 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肯啊 还不就是因为很臭 那家里的大便 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大便拉在船铺上 后来这个猫 现在这个猫的结果是 猫这个结果 现在是在我再三地要求一下 就是虽然她不情愿 还是没办法 结局是还留下来了吗 就好了吗 最关键的我跟你讲 她是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谁是周官 她是周官 您是百姓 我是百姓 家里就两口子 对 台村官和老百姓 哎呀这日子 是这样的 由于我们两个工作关系 我们经常就要跟客户联系啊 什么的 那像我这种情况 我们公司 我肯定有客户是男的嘛 那一两下特殊情况的话 我跟客户去沟通 记得有一天是晚上 大概十点多一点 我们的同事就给我打电话 讲一些工作的事情 可能当时也比较急 她冲过来一听是男的声音 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不可以 让我十点钟以后跟立心打电话 不管是工作不工作 你教我遵守 你是不是要遵守啊 可是这么多年来 我也没有说晚上那么晚的 给过女的 主动的给那女的打电话 你这个事情不是发生一次两次啊 这个是最典型的一次啊 行行行行 那她是天天放火 还是偶尔放一把火 也不是偶尔 经常 那这个就不对了 我到底信哪一段呢 经常在外面喝酒喝到深夜 又经常十点钟以后 给异性打电话 女下属 对那我信哪一个版本 如果今天她出去喝酒了 回来得很晚 喝大了 那她十点多就没法给异性打电话 对吧 这个不矛盾 不矛盾 对 因为为什么她尤其 就是一三五 她给女同事打电话 不是不是不是 尤其是她喝醉酒以后 特别爱打电话 我并没有给女性打电话 不是你去 有时候我回家了以后 那人家说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一些 我跟你说 我说的这些 并不是说别的 包括说猫的事情 我就告诉你 你理解过我吗 对对 你只考虑 你自己不考虑我 你当男人主义太严重了 懂了懂了懂了明白了 就是感受不好 对吧 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同意我打 你也打 也就那么回事了 没错没错 还没错呢 我好多话我都没敢问 还有吗 还有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 那您再说几个细节 我们正好听得更全面 像洗衣服 我每天的衣服 我早上出去之前 都把衣服洗得干干净 放洗衣机 记得我有一次 我也承认我是犯了错误 忘记了把口袋里面的东西掏出来 我这个不止一次的跟你说过 每次洗衣服 要把口袋东西掏一掏 但是你每次都没有掏 甚至我都跟你讲 我的衣服不用你洗 因为我自己放在洗衣机里面 我就可以掏出来了 那我想问你一下 那我想问你一下 你说不用我洗 后来你洗了吗 家里的袜子满天飞 房间里面到处都是袜子 一回来 啪不管什么地方 就扔在地上 衣服也是这样子 内衣 内裤也是到处挂 那我们要求家里整洁啊 都是我来收拾 收拾的时候 你就没有说 最后我洗完了你来说这些 有一次你说我把那个衣服 都全部都弄到外面来 你这件事情你不说还好 你既然提了 我就把这件事情 给大家说一说吧 你看我们在南方天气 我们换气是非常快的 由于我忙一下来 不及把春秋的衣服 给他捣一下 因为我有的时候 外面都会给他留一两件 只要一件衣服没有找到 他就把所有衣服拔拉出来 床上 地上 桌子上 全部都是 我要整这个衣服 你知道我要花多少时间啊 那时候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 找不到衣服 因为你把冬天的衣服 放在外面 就比如说前不久 天气很热 我要找夏天的衣服 我要找短暴 你不要说这些了 行不行 我跟你说 这个家不是一个人的家 我们两个人是夫妻 是公平的 我说这些东西 你都不让我说 我们是公平的 知道吗 你也可以成他家 我为什么不 你去好好地找衣服 为什么一定要我做呢 我们家住两个人 你为什么是这样子对待 我家里两个人 什么都要做 躺在床上指挥 我干这个 干那个 收衣服在哪里 你必须去我收 什么东西都要我 而且我一旦做不好 你就要指责我 你夫人是经常这样吗 容易情绪失控 她是经常这样 就是情绪的控制 稍微差一点 没有 长期积累在心里 憋得难受 知道吗 真的憋得难受 因为我们长期的分居 我们没有沟通 她回来她的 我回来 我们搞得就像 和猪一样的 因为你想过没有 你能不能听我说完一下 我终于可以 在这个场合 我把我该说的话 说出来了 你每次都是不让我说完 久而久之产生 在心里一种积怨 非常难受 但这样子对 我是不是也激动了 我声音也高了半排 完了以后 我就会跟她去 我跟她去也大一点 谁知道她 马上一脚就踹过来了 那我性子也急啊 你这样子对待我 我是要找你沟通的 那所以我也跟她 回急了一下 所以经常是出现这样子 就我们两个的时间 是吗 没有沟通的半句 就开始吵了 就互相动手是吧 对 就互偶对吧 我理解的对吗 对 那就先生对你好吗 到底 我们结婚十几年了 他以为他对我好 就是把他爱吃的东西给我 他爱吃饼干 我是特别讨厌饼干的 十几年了 从来不知道 我不爱吃饼干 他就硬塞给你 还塞到你嘴巴里面 他就觉得他对我好 没有说 懂得去尝试的了解你呀 像我的微信朋友圈 他几乎是不看 我连自己的微信我都不看 是不是 我是经常看你的微信啊 我去了解你啊 你是怕我外面说有女人 所以说你才想看 连我自己的微信 到现在 能不能尝试的了解一下 我外面有没有人呢 因为我不是说这个意思 不是你有没有人呢 那肯定没有 那我要了解你干嘛 我信任你还不好吗 但是我是觉得 你看我 师父 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爱吃什么 我喜欢什么 我要做什么 他一点都不去了解 不懂我 他是不懂 还是他做了被你否定了呀 他不想了解我 不是 他还是了解你的嘛 你不相信主持人 你问他 我爱吃什么 我要什么 他肯定不知道 爱吃什么呀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他爱吃什么 因为我们平常在一起的时候 反正就说 大家经常到外面吃饭 在外面吃饭 谁点菜啊 我付款我点菜 是吗 是的 那你说明他点菜 合你的口味啊 我不爱吃的就不吃了 那我爱吃的就多吃了 大部分是海鲜 他也没有说不吃的道理 海鲜要说起来 基本上有很多东西 我基本上我就不吃 他爱吃螃蟹 他是天天螃蟹 我都堆给他吃 我没吃 按正常的螃蟹 很多人都喜欢吃 我几乎不吃 那你喜欢吃什么呀 我喜欢吃肉食 那你点就是了 那为了尊重他嘛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夫妻之间有什么尊重 你喜欢吃螃蟹 点只螃蟹 我喜欢来个红烧肉 点红烧肉 两个菜 再加两个菜 这日子就过下去了吗 这有啥呢 我就一个感觉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一个历经生活沧桑 觉得自己看明白的一大书 我跟你过日子 就普普通通的 我对你好 或者怎么着 我就这么过这日子了 我没有更大的追求 对吧 对 没有所谓浪漫的追求 碰到了一个内心的小姑娘 嫁过来我到这边 我举目无亲 在一个最关键 我父母也不在了 我非常缺爱 我是外强中干 对啊 那你直接跟他说就行了 他能给我一点爱 那你为什么 不直接跟他说呢 我说过了 我说过好多次了 我还并且跟他沟通 他就是这边耳朵 紧去那边耳朵出来 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吵架 完了一吵架 我就得把窗户 把所有的门关起来 把窗帘拉起来 就怕别人看到了 怕别人听到了 你只想过家丑不可外扬 你没想过就是为什么 我屡次的跟你去沟通 跟你去讲 我缺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什么 你从来没有 想过我内心的感受 我说你是缺什么 我不在乎钱 我也不在乎别人 我就在乎一份爱 知道吗 好好没问题 我要爱知道吗 那个我们来沟通一下 好不好 咱们平静的沟通啊 您能把您要的那个爱 给我们做一个描述吗 我觉得他就最起码 去惯心我的内心世界 您对对 比如说我工作上 碰到一些困难 我跟朋友之间 碰到一些问题 那作为我们也年龄不小了 我也知道怎么去对待 也知道怎么去 那您跟我说说吧 我还特别好奇 您跟我说说吧 我就觉得就是说你 您别老觉得了 您跟我说说吧 您怎么了 我这段 我特别想告诉您 那是什么 我算沟通能力可以的了 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沟通了 你不是一个沟通的状态 我是特别认真在问 您工作上碰到了什么 您可以说 我工作上面碰到了什么事 什么事 什么事 我们的话题自然就有 这个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干嘛那么大的抱怨 所以我有很多在外围 比如说在外面 比如说我 就是以前 后面是没有 以前我跟他出去的时候 我都尽量 我以他为主 他说什么就什么 不是 也许他会觉得 你说两句 反而是给他面子 一出去有的时候 说没有给我什么面子的 就比如说我到外面喝酒 那在一起喝酒的时候 他就当着我们的一些朋友的面 就在那边数落了 有一次他过来接我 当着那么多的面 包括我们那些领导啊 我们那些员工都在那里 他就当着我们的面 说哎呀 你都黑了 你还喝喝喝喝 每一次你都是这样喝 关键是关键是去医院看病 那个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他甚至怕自己已经有事情了 他要喝第二茶 那我是不是心疼他 我肯定不能让他去喝第二茶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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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来看看这应该怎么办 你能不能试着学着来懂我 我相信在他的内心 你先生的内心也会有这样的呐喊 只是男生不说 你这个女人不懂我 这个错位到底是打哪来的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好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整名场听下来以后 我特别想逃跑 就是让我在这坐立不安 尤其丁女士刚才在 整个的就是情绪 在无法管理的那一段时间之内 让我很不舒服 就是你有想过 他为什么每天需要出去喝酒吗 您也要想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情绪能失控到如此的地步 想要让自己过得舒服 想要让自己开心 首先得让对方先开心了 你的情绪也就好了 而且您所谓的 我每次都要跟你沟通 我每天跟你沟通 可能你对沟通有误解 什么叫沟通啊 您觉得刚才您的那个状态是在沟通吗 早晨起来跟他去沟通的时候 你选择沟通的时间就不对 谁大清早上起来 今儿一天的工作 一天的事等着我呢 我要先听你跟我沟通 沟通什么呀 问题我们没时间沟通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们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需要沟通的时候 难道不值得相互等一等对方的时间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 我也请求过他带我出去玩 他都没有啊 他一个人去北京 一个人去山东 你也可以一个人去北京 一个人去山东啊 当你发现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约个时间 我们相互迁就一下时间 我是每天晚上都回家的 所以啊 你回家你几点回家 你看 一遇到问题 没有一个人是和颜悦色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放下自己心里的情绪 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到底是想要日子好 还是想要日子闹 如果你要是作要是闹 那你就不要觉得自己每天 很委屈很憋屈 如果你要是想让日子好的话 你就要想办法用智慧 所以你们想好了 如果觉得我们没有办法 去想想对方真正的需求 或者说我也干脆做不到的话 那咱就千万不要将就了 因为到这个年纪了 气出个好歹 你们怎么跟自己的子女交代 我是觉得到这个时候 谁改变谁 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也做不到 那就算了 陈先生胃不好啊 对 试试葵花魏康玲 止痛更治痛 你们分床睡是一年多了 是吧 发生了哪件事情 让你们决定分开 打呼噜吗 喝酒打呼噜 打呼噜 但是问题是 我是连续的 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是的 是的 是你提出分开 是 他打呼噜的时候他自己知道吗 知道 是 但他能解决吗 他解决不了吗 但是他不喝酒的时候不打呼噜 你用了什么方法 你只是以痛治痛嘛 就是你打呼噜那我就跟你分开 你所有解决问题的逻辑都在这里 我再问你啊 他爱吃饼干你不爱吃 他喂你吃你不领情 对吧 你生气 是不是 是的 那他不喜欢猫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猫留下来 那猫可以陪伴我 对 他有猫陪伴你 就不需要他陪伴你的 对不对 导致现在的这样病症的表象 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你们一定要共同地去找到 一味地表达负面的情绪是可以的 而且负面情绪可以怎么样 影响别人 本来可能他想跟你好话好说 对不对 咱们说这个理儿 但是你呢 不行 立马情绪就上来了 他说东你说西 他说一你说二 你是一个发散思维 一下能把一件事 扩展到无数件事 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聊事 别聊情绪 别说你不对 说先自己什么问题 这种方式也可以影响对方 你记住 面对面的指责 不如肩并肩地说服 有话好好说 就这样 现在冷静了没 冷静了是吧 冷静了我问你啊 就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一个男人跟你分享他爱吃的饼干 这是个好事啊 坏事 可以说是好事 他认为他爱吃的给我 好事是吧 对 但你在这个舞台上是一种失控的状态 来控诉这件事情 问题给你分享了十年了 不是 不是等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痛恨的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不爱吃 对吧 对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他每一次都是默默的一个人在那边吃饼干 一点都不分享 你是不是也会失控呢 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吗 你没找到自己的病因 你的病因是恐慌 你的病因不是这个男人 而且这个标准是在时刻犹豫的 然后呢 你发现他达不到你的标准 确实你有问题啊 他是有问题的啊 我先说你不代表我不说他 你发现他达不到你的标准之后 就是你用焦虑去治疗你的恐慌 除了骂他之外 你还有什么方法来倾泻你的焦虑吗 舒缓你的焦虑 你有方法吗 我就养猫啊 除了养猫呢 那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听听音乐 听听小说 做点自己爱吃的美食 那么你的焦虑被排解了吗 好很多了 排解了吗 排解了你今天在我们舞台上 如此控诉 如此失控呢 对于你来说 你的生活需要有很多的分层 就好像你现在找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我一个人养养猫 一个人听听音乐 哎我的焦虑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和这个人在一起 你的焦虑继续在你身上 堆积和累积的话 这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 除了跟他分开之外 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至于你 你的问题其实很大 就是我从来不认为 一个女人的失控 是这个女人的问题 情绪像银行一样 堆积在他身上 那他为什么会那么堆积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的粗暴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 天呐 在舞台上 你们看 他是这么一个样子 疯疯癫癫的 不 他全是你的问题 当他觉得一个人孤独 或者生病 感到恐慌的时候 你要去抚慰他的那些恐慌 内心的慌张吗 你没有吗 你凭什么做人老公 就当一个女人站在我们舞台上 为一些叠一副的事情 失控成这样的时候 不知道在心里面已经憋了多少年了 我觉得可以离婚 你千万不要因为你在什么地方待着 怕人说什么 什么年纪了 然后说我不能离婚 离婚是可以的 如果你一个人过得更好的话 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还想要在一起 我觉得很简单 你每天抽一个小时时间 陪你太太说说话 我刚刚一直在想分辨出来 你要的爱具体来描述的话 到底是哪些 朋友圈你发的所有的内容 他最好看 能点赞 更好的表现是 能私下跟你讨论一二 支持你养猫 少喝酒 在家陪你 在你洗错衣服 这一类的事情发作的时候 他告诉你 真是个小傻瓜 下次注意一点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女人 她是要向几级泼妇 是由你们决定的 我们天生的确容易歇斯底里 我们的确容易情绪化 但我们情绪化是一级二级还是三级四级到崩溃 确实有我对话的这个人 你日常操作里头 逼疯他的常用手段有 他一发火你关窗 这等于是直接就告诉你了 第一 你的状态好丢人啊 别让邻居听到了 太丢人了 日常就是这样啊 你以为的 我平时没有做什么多过分的事 但他怎么这样呢 但是他就是被你这一些只顾外人 不顾他的一些做法逼疯的 当我妈发火的时候 我爸就会给他递杯水 来润润嗓子 接着说 我妈可能还是火 也真喝了 喝了以后两个人就相视一笑 有的时候我说哪去了 你给我着补着补 我爸再给他续上 于是我妈接着说的时候 气已经都没了 两个人有的时候 就是在这么样一个小动作 因为他老公表示出来的叫做 我在意你的情绪 而不是我在意 别人怎么听我们家的声音 但是对于您来讲 您的确会让一个男人 慢慢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应付你 在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向我三岁的女儿学习 我经常有的时候 训我三岁的 总是想淘气的女儿 我女儿葡萄会跟我说 妈妈你弄碎了我的心 因为你刚刚训我了 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他说你帮我修复一下 我轻了他一下 我说这样怎么样 他说心尖尖那里还有点碎 你还得再轻一下 我又轻了 好了 我的心修复好了 走了 你跟你的丈夫相处里头 也应该学习一个 三岁孩子的智慧 当你歇斯底里的说 我要爱啊 我要爱啊 这不就是一个 三岁的孩子的呐喊吗 跟三岁小孩 我要糖 我要个玩具一样的 你喊得很真诚 但怎么能够让他给你 就可能告诉他 老公 放下你的饼干 亲我一下 我就让你接着吃 不要轻易地失控 然后教会他 怎么样平复你的情绪 好不好 中国人讲 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 如果老陈十几年如一日地 这么破坏这位姐姐 这个姐姐还有今天的这种 花容月貌吗 陆琪老师那问题问得多好啊 我爱吃饼干 我跟你分享个饼干 你是高兴还是生气 当然是高兴了 他把他最爱的东西给我分享 代表了什么 你有感应之心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不是大男子主义 只是老陈到了最岁数活明白了 要不然早就跟你离了 是吧老陈 是 说的眼睛都红了 老陈又很现实啊 我再找一个说不定 还不抵他呢 就这么着吧 我忍了 那这日子能过好吧 你把他放成了 你是他的妻子了吗 我看没有嘛 他不委屈啊 男人只不过说不出来而已嘛 一个六十岁的男人 在台上哭 你问他为什么哭 你问过吗 他的满腹委屈 绝对不比你的少 老师们刚才给了一个 建议的桥梁 首先 如果还想过下去 分房是不可以了 第二件事 找时间构图 把自己心里想要的 直接说出来 在这儿说可能比较那个 回去自己好好说吧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想对你说 我们结婚十几年来 你真的有真正了解过我吗 你能不能尝试着 去了解我一下 我想要什么 真的我这次来 我就希望通过这个 给我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 我就不知道以后 我们怎么下去了 我想说的是 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 其实我真的我心里也很委屈的 你说我六十几岁的人 到现在我们虽然是在乎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再离开 真的 实际上我们很多事情都是 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引起吵架的 谢谢两位请回请回 来吧预测一下吧 他俩还会都出来 但是我真的觉得建议他们俩离了吧 肯定会都出来的 一定会 来吧看看他们怎么选择 请开门 快去快去 他就喜欢那个 跑过去 咔抱起来 一转圈再亲一下那种 快去快去 你看人家抱他还吹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见证 好 我们是包办婚姻 结婚的这33年里 我过得一直很煎熬 她性格太猛 总是和我冷战 如果不是为了孩子 可怕别人说闲话 我真的想和她离婚 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们之间更多是亲情 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什么 她现在脾气越来越暴躁 在外边也从来不给我留面子 我觉得她心里一直都看不上我 现在我们都一把年纪了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婚姻呢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韩先生56岁来自辽宁农民 有请 余女士54岁来自辽宁农民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33年了 33年 对 想离婚有多少次 无数次了 无数次 对 说是因为包办婚姻 是吧 对 如果没有孩子早离了是吗 对 是这样 那这都33年了 这孩子也应该大了吧 女儿今年32 儿子17 所以今天来两位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从一开始我俩是父母包办的嘛 那会儿都孩子听话 当时他对我也不是那么太满意 我对他也不是那么太理想 说白了 有了孩子就将就就对不过吧 那会儿我们是农村嘛 农村是离婚是挺丢人的事情 但是最近这几年当中发生事情 让我都有点接受不了 三年之前 我女儿找了个对象 那个男孩就特别是有手好闲 我姑娘挣的钱他都给花了 我就觉得这个对象不太靠谱 然后他一直就是说 姑娘愿意 你干嘛就阻拦 但是我 不是我不愿意 我曾经也给姑娘我也说过 点到为止 像你那个性格 你就是逼迫姑娘就分开了 姑娘在家哭哭啼啼的 你说万一出现啥事 当父母 是是是 你后不后悔啊 对 就因为这个事 我俩吵了无数次嘛 最后一次爆发的是什么时候 就是马上说要结婚了 他就说 一时四个火坑都让他跳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说 一旦要是结婚了 是火坑跳去 还能跳得出来嘛 然后因为这个孩子事 我俩吵不休 他甚至喝醉酒了 要打我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日子 没法再过 因为啥 我说的话他听不进去 哪句话都不对 都得 必须他一手之内听他的呀 一气之下 我就要回家取结婚证了嘛 说啥 这个日子不能过了 当我去取结婚证的时候 他有点好像醒酒了 有点害怕了 觉得这个事 我说的好像是 有那么一点道理 那闺女这婚事 到最后道理怎么样了 姑娘最后 还是跟那个男孩分手了 然后听过别人介绍 在去年嘛 把她们结婚了嘛 还算是我选择 算是对的 你选对了 那谁知道呢 对 估计您母亲那会儿 给你挑结婚对象的时候 也是这么挑的吧 不说了 这事过了 我明白了 这三年 这是第一个坎 还有啥呀 这事过了 也就算过了 行 姑娘现在找到 属于自己幸福了 但是我跟他俩 刚结婚 怀孕的时候吧 他就是一个 特别重男轻女 那么一个人 你知道吗 我说回去了 从三年前就说到三十年前了 对对 我并不是重男轻女 因为我一天在前地干活 很累 回家就想休息 我哪有时间说抱抱孩子 他根本的姑娘 他连里头都不理 就我天天在家 就是伺候老人 伺候孩子 他连看都不看 你说他光说他喜欢 喜欢什么呀 我说重男轻女 就是女儿写给我这封信 能保存到今天吗 你说什么信 我怎么不知道 哪来的信呢 我喝醉了酒 你把门扣上 不让我进屋 我拽开门之后 不小心把你摔倒了 你说那次那次我 那我肯定印象挺深刻的 因为那会儿还小 是这么一事 这样说是头十五年 之前为冬天 在朋友家喝酒 喝多了 回家之后呢 他就把门扣上 不让我进屋 因为是冬天嘛 比较冷 接着酒去嘛 把门下拽开了 进屋之后 他就往外推我 就在拉水过程中呢 他滑倒 晕过去了 就把他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之后 第二天我回家的时候 就发现桌子上有 两封信 给他妈妈也很欺负我一方 嗯 今天这封信我还带来了 嗯 看看 那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 这封信呢 那给我的信 你为啥要揣着 主持人 我有点记事 好像有点看不太清 你能帮我读一下吗 张大老师给读读吧 这相当于 当妈的说 当爹的跟女儿关系不好 爹拿出了证据 说这个女儿曾经还 写给我们信呢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跟他关系不好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这是 信的落款 是看得清吗 一封写给妈妈 一封写给爸爸的 爸爸都看过是吧 对我看过 那我念写给妈妈这封信 因为有点长 我大概给您 念一两段 妈 作为你们的女儿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把我心里想说的话 和对你们的看法 说出来 俗话说得好 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谁都不知道自己有过什么错 作为女儿 我在这封信中就实话实说 妈 自从生完弟弟之后 你的脾气好了很多 但是这次 不管是谁对谁错 总之都有一错 如果有一人 肯定要退一步 会这样吗 妈 我知道你让爸爸戒酒 是为了他好 为了这个家 但爸爸毕竟是个男的 他有时也要些面子 出门 哪有几个不喝酒 不抽烟的 对吧 给爸爸的信 我说了很多 妈我也跟你说过 我拿相片 咱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给同学看 同学们都非常羡慕我 现在又多了个小弟弟 那我不就更幸福了吗 我说过你和爸离婚了 我谁也不会跟 奶奶和姥姥 我也不会跟 你们都宽宏大亮点 不就没事了吗 孩子在最后落款的时候 写到下周回来 我希望看到幸福的一家 而不是现在这样 妈妈为了我 为了弟弟 为了这个家 你宽宏大亮点 多想想自己的错 别想对方的错 想想对方的好 这孩子多大的时候写的 15岁上初之后 这么成熟 然后他给爸爸写的信 下面也写了这句话 想想自己的错 想想对方的好 那我很奇怪 这封信为什么你没看到的 我一直都没看到 因为当时吧 我就是没打算给他看 因为就想离婚 就想不想跟他过下去了 看不看有啥意思 结果通过看到女儿 写过这封信之后 我终于就改变了 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 我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忍着吧 这么大的矛盾和冲突 为什么还会生个老二呢 我是怎么想的主持人 因为他那会儿 特别重大情绪 我先试图给他生个儿子 也许他的态度 性格能改变一遍 因为他这个人 就像闷虎若是 有什么话一直不说 就闷着 所以生老二是 您想追生一个是吧 对对对 是我 那会儿我都36岁了 当我生出儿子以后 我看他态度 性格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改变 因为我不是不想跟你交流 因为我不敢跟你交流 因为啥 我每次跟你交流 我都再三考虑 哪句话别说错了 惹他发火 我心里都产生了这个阴影 我这个在信里面 我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感知 女儿写给妈妈的信里面 说妈你不要太强势 是类似于说 哪个男人不在外面喝酒 给我的感觉 是不是你妻子挺厉害的 基本上沟通不了 对外的时候 真的不给您面子吗 真的没有 我比如说 去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在外面 就是求收嘛 就是亲属比较多 都回来帮忙 帮工嘛 以前本身嘛 他又反对我抽烟 结果那天这样碰巧了 我正在抽着烟 他就过去 就一般人把烟给我打掉了 开玩笑的话 你都看不出来 那不是开玩笑吗 那叫玩笑 当着那么多亲属的面 那么多亲属 为啥要给你面子呀 再有一次 你过生日 拍张照片 正常夫妻照相 搭个尖是不是哥吧 这是可以正常的 这完全可以啊 应该的 不可以 你知道吧 主持人 他是在台上是这么说 在家的就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俩出去 办事都是以前以后的 你知道吧 从来他也没扯 我手没拉 为啥要当我家的人 在那九个 当时端心一万九 就破在我的脸上 当时我也没记眼 我还需要和他面对他 我为啥那会儿 要给你面子 你要是在家 一直咱俩说 牵过手 说感情一直挺好的 那就别说老啊 怎么样都行 你是那样的吗 你是在外面跟前 装着就是 咱俩可好可好的样 回到家里 你不就憋脸吗 你就是个婆婆型的 跟你根本就沟通不了 什么叫婆婆型的 在家竟然说 什么张三里 私家媳妇 怎么怎么 先妻娘母性 那是人家事 那你人家 那你就做不到吗 不是 您回家 他怎么对 成天你说别人家 基本上 看他笑脸的很少 天天说别人家媳妇 你要不说别人家媳妇 我还不生气呢 主持人 我给你说一件事 他原来在一个 单位体育馆嘛 当厨师 以前给他打电话嘛 还行 跟我俩说话 办事就是 唠嗑啥都还行 有一次 你不是说他不说话吗 咱又唠嗑还行 就还可以吧 就是说 不是 你这要求 有点高哎 行 不是我要求高 他那个有一个照片 好像和一个女同事 照相 照相就照相吧 有一天我就发现 那个照片怎么 她自己一个照片 那边伴俩怎么没了呢 然后我问他 他不承认你知道 后来我就上盈盈厅 去查去了 一查那个电话 通信录全是说 那个女的电话 然后我问他 他还是不承认 那只是一个同事 那要是没有事的话 你能回家说 对我不冷不热的 那还是外边 你肯定是有事吧 肯定是有猫腻吧 我有啥 为了我证实 没有人事 我把这个工作吃了吗 打电话 为啥给他打那么平凡呢 那是落正常课 我没有过格的行为啊 那不过格 谁好好一个账片 留自己那边哪吃去了 怕你看到生气啊 那我上单位去找你的时候 没事你为啥要辞职呢 我到底给你证明了 你怀疑我有这个事情 那是证明吗 那你是怕我上单位 闹你工作不下去了 假如我儿子真有这个事情的话 我何必辞职工作 我就在那工作呗 他事多的呢 我都不想说 在家我说一句 他十句 一百句一句都关不来 我就等到闷了 还有啥事儿 我儿子今年上高一了 四七岁了 打游戏 我不让打 他就意思 孩子玩玩就不玩了 怎么怎么的 他老是给我这么唱反调 那孩子都上高中了 他啥不知道 啥不明白呀 他玩过不就不玩了呢 我一年回家几趟 你那都是借口你了吧 他就是这样的 好事不找我 坏事全是我干的 就是家里面孩子你带 但是他责怪你 对对对 就是我就是个妈妈 他就是个好爸爸 然后孩子花钱呢 他更不说 孩子要十块他给二十 要三十他给五十 有这么管孩子的吗 因为啥 我不经常在家 现在十块八块 能买个啥东西啊 给个三十二十 我也祖父过孩子 你吃点喝点不要紧 别带外边过去 是生亏就行 说给老子省点心 这孩子也答应 这不挺好的事吗 啥啥都是我的部队了 那你找干嘛 找干嘛 咱俩也不用上这丢人现眼去了 不丢人也不现眼 您是在外头打工是吧 对 那您在干嘛 我就在家围个过台转 然后干点灵活 就现在吧 主持人 我现在这个岁数五十多 我是上于老下于小 我就想说为家里 负担的经济多一点的 然后我就想出去打工 做个月少 护工啥 保姆都行 政典能比较多一点 他死活都不让 就给你拦着 因为你出去打工 家里老人 老人谁伺候啊 都八十多岁了 他这人知识到极点 他就一直说 你就在家 我宁可宰外边 我也不想回家 看你这张脸 就外边什么什么都好 我眼不见心不烦 是这样 你就在家守着你这个孩子 守你这个屋里 过台转嘛 有哪儿也不用去了 对 我就是不想 看上你那种嘴脸 就有这样了吗 这磕落不下去了 我问问吧 您在外面打工多少年 十个多年了 每年回家 很短 一般一个月 有时候回不去一趟 一年回不去一趟 这要是在外地的话 所以你们儿子十七了 十几年就 你们夫妻 基本没什么交流对吧 没有 从来没说 做到一些 说着话声 闹着口 您就负责挣钱 对 您就负责在家里带娃 对 这个伺候老人 对 今天来到底干嘛呢 就想听听 各位老师的意见 我俩这个婚姻 是三多年 是该继续 是不该继续 我也没主意了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啥事不继续了呢 不是三十多年 都熬过来了 怎么就觉醒了呢 不是觉醒了 年轻的时候 怕的事特别多 你知道 怕老人 怕孩子 我现在岁数这么大了 我就想为自己活一次 有有有 我不知道这个婚姻 到底是 该何去何从 真的 我受够了他 行 他太闷了 好好好 我问几个问题啊 在你们家 谁说话 管事 我说话 管一多半 就就你说话 管事吧 第二个问题 你这老公 是不是有点怕你 他表面怕 他心里不怕呀 他一发脾气很烦 他的事情 他一发脾气很烦 实际您是不想跟他说话 对吧 不是不想 也想就是心里打出了 就产生这个烟氧 为啥呀 因为就是我跟他一闹 他就是说啥都不对 都是他的对 孩子未来也大了嘛 孩子也得出去打工 或者学习好了 考上大学对吧 那您接着在外头打工 还是回家跟他一起过日子呀 还得回家跟他一起过日子 那过得到一起吗 说啥就吵架 那不得郁闷死啊 慢慢沟通 这还咋慢慢沟通 三十三年了 也没沟通出个子丑阴谋 作为男人就得大肚点 作为男人就得大肚点吧 您就说您离不开他的理由 是什么吧 还是离不开他 对呀 还是离不开他呀 想我给家里面 辛辛勤勤地耕耘了 三十三年了 我这老牛要歇了 你要给我轰出家了 哥谁谁受得了 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 那您直接说呀 您跟其他人聊天 也是火这么旺 还是只对他 就对他 娘家人怎么评价 你选的 就是他们帮你选的这个老公 他们评价他 就是这个人 干活各方面还行 就是 就是太闷 老实巴交 吃苦耐劳 你算找到了一个好老公 就我四十多 你看你看 后面你看 我们就知道吧 公开的评价是这个嘛 老实巴交 吃苦耐劳嘛 管得死死的 在你们村里 像这种听话的老公多吗 不多 我相信肯定有比他能干 比他挣钱的对吧 有 但是像他这么老实巴交的是不多 是吧 像他这么闷的没有 好好好 您又能闷 你今天来 你想听到的是说 你们离吧 还是说 哎好好过吧 您更想听到的是什么 我更想听 老师建议是啥 就是说 我们这对婚姻 要是说能维持 我还是听老师的 不能维持 我就 就这样 其实其他方面都很满意 就是太闷了 对 要最后再能跟我落会儿磕 把我逗乐了 哎呀 这个男人就完美了 是吧 这是怎么了 今天 半路夫妻 也说不懂 少年夫妻 也说不懂 你们帮着懂懂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文卷 刚才有一段 女儿写给你的信 我 剪这个大段的念的 有一个小段 我跳过去了 但是我刚才回头 又重新仔细读 这封信的时候 我觉得这段话 要念给您听一下 谢谢老师 妈妈 在没有弟弟之前 你隔三差五就走 我周五回来 你也回来 可在这一周 爸爸怎么过呀 吃饭自己一个人 睡觉自己一个人 屋里冷冷清清 哪还像一个家呀 这么重要的 你刚才都没念呀 因为他这一段 这是一个颠覆性事实啊 这说明男人很贤惠啊 女人 还有写给爸爸的里面 也有一段 你念 你念 我听 爸 说真的 在我心中 我一直都很佩服你 为啥 妈妈原来是有些不讲理 可你 可你都 可你都一直在 一忍再忍 但自从妈妈 生完弟弟之后 妈妈也变了很多 变得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 脾气也改了很多 你是给我门翻转是吧 就说 其实这个家里面的 那个恶龙和怪兽是他 我的天哪 藏了这么重要的信息 五雷轰顶啊 妈妈是有时候愿意唠叨 可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关心你 关心这个家 爸爸自从老姑去世了以后 你喝酒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都很生气 更何况妈妈 你接着说 接着说 没有什么了 剩下就真没有重要信息 没有了 你刚才藏了多少重要 不是不是 你要给我看一下行吧 对 我现在就不相信你了 对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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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拿来的信息 都是完全是反转的 你知道吧 那不就是说 一个男人 跟一个女人结了婚 这个女人说 你不能干 你这个重男轻女 但是 结果发现这个男人 就一个人兢兢业地 守在家里 女人倒是四处乱颠 胡乱跑嘛 这个是在有弟弟之前 那也十好几年了 但是有了弟弟之后 他变了呀 他有改变 对啊 那你接着说 但还是是有问题 因为我看完这一段 我心里挺受震撼的 因为当时女儿 写这封信的时候 是十五岁 刚才你们都提到说 为了孩子 为了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什么叫完整的家呀 我觉得完整的家 不是说爸爸妈妈 不离婚 而完整的家 在这个家里面 是爸爸妈妈相爱 家里面包办了婚姻 给您介绍的这个人 您不喜欢 您没看上 对吧 我觉得就是女的 没看上男的 男的也没看上 大哥肯定看上女的了 我觉得未必 是吧 未必 就是在他心里面 可能也有一些 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 不冷不热 不冷不淡的情况出现 对吧 对 只不过是性格使然 就是我不争不吵 对 对吧 你觉得男人 应该宽宏大量 我就闭嘴 但是您虽然嘴闭上了 可是行动上 却没有停止 对 老师说的这个对 所以你们这些年 就一直在互相伤害 所以你们一开始 对于婚姻生活的起点 就不是一个正向的 一个起点 一开始就是 怎么看这个人 都不顺眼 所以这日子 就越过越差 连十五岁的孩子 都能说出 多看看对方身上的好 那我觉得 如果你们只是因为 孩子而牵绊的话 彼此这样相互折磨 那不如分开 在这段婚姻当中 我觉得真的像 你们女儿说的那样 不是说谁一定是对的 谁一定是错的 你们俩都有错 通过孩子的信 我觉得错的更多的是 在女方 你把这个重男轻女的标签 给盯在了老公身上 你有关心过老公吗 他在失去自己至亲的时候 开始喝酒了 为什么 这段时间可以说 她是人生最灰暗的时候 你的体贴在哪里 包括因为你的涉足 人家是否有跟那个女同事 有什么关系吗 你不知道啊 但是她却被逼着辞职了 你把她的事业都影响了 那心里到底有没有她 有没有这个家呀 所以说不要眼睛 只盯在别人的问题上 多看看自己的问题 才能解决真实的问题 就这样 你女儿在15岁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答案 写在这封信上了 她说两个人打架 别说谁对谁错 反正都不对 然后呢 用了特别大的大字说 都想想自己的错 别想对方的错 想想对方的好 人啊 是有人生弧线的 我跟你讲个道理 说你老公 哎呀 这个性格没有几个人受得了 他跟你结婚30年 他的性格是你养成的 本来你可能性格还好 没有那么强势 但是就是为了做主嘛 所以我要说 我要不断的 要告诉你 要理清这件事情 应该是听谁的 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 你会发现 一开始他不至于 那么没有话 既然最后的结果 都是听你的 然后我说了 我要被你骂 那我为什么要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个家里面的人 幸福了吗 你的女儿 真的他会觉得 自己原生家庭特别好吗 你的儿子 他真的觉得 你们原生家庭 天天这么吵架 骂这么强势 他一点痛苦都没有吗 冷暴力 一般都说南方不对 但我们要看 这个冷暴力 是不是到最后 它变成了一种 习得性的无助 现在所有家里面的人 对你是什么 是为而不敬 为什么不敬重 因为你没道理 少年夫妻老来伴 少年时候养成的性格 导致了你们现在 剑拔弹弄张 但是老来伴了 就不能矛盾相交了 你只能把你的锋芒收一收 你只能把你那个盾打开 所以现在 得你开口说笑话 得你放下你的严厉了 这样日子才能过得下去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这个婚姻还能再往前走五年 为什么是五年 因为儿子大学毕业和高考 正好差不多五年 等到儿子开始工作的时候 也就是您可能已经 外出务工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婚姻 得解体的时候了 这个就是最要命的事情 它取悦不了你 早年来如果说 你有一个敬畏心 使你留在这个婚姻里 那就是来自于你的父母 你的娘家人的嘱托 他们可以动不动地去说你 都是因为你太作嘛 不要生事嘛 你老老实实地 又回来过日子了 接下来又是靠你的女儿 拉住了你这一颗一栋的心 十五岁的孩子 给他爸使了一点招 他爸好歹拉了你一下 然后到了现在 谁还能想得住你 你离了婚很容易再找 他离了婚很难再去 你也就捏住了他这一颗 怕失去老婆 怕离婚 怕一个人孤寡中年的 这样的一个心 不停地欺负他 你欺负他 他已经欺负到杀不住车 没有办法建好就收了 眼下能在这个婚姻里留多久 不是老师们告诉你怎么办 而是来自于你这半生的挣扎 到了今天 你自己问问自己吧 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今天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事实摆在这 这个家说白了就是 老婆说这日子还能过 这日子就能过 老婆说这日子过不了 这日子就过不了了 但是你记住一句话 千万不要欺负人家的善良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婆我们结婚已经三十多年了 在这三十年中我们 我的心里只有你 虽然我们性格不同 我希望今后我们互相改变自己的性格 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 我们共同努力好吗 说心里话你这个人吧 其实各方面还可以 你就别有什么事吧 不说闷在心里 一闷得我都透不过气了 像一个石头压着我 你要说以后什么事都跟我说 跟我商量吧 我觉得咱们婚姻还能走下去 你要是说不跟我说的话 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了 真的我太累太累了 我不想这么累 我想为自己活一次 你们家有什么事 他没跟你商量过自己去做的 举一例 他爸去年住院的时候 他要去伺候他爸 他就不跟我说你知道吗 因为我也是家里一份子 不说我特别的生气 他就给肚里闷着 自己难受他也不说 就什么大事都不想说 那你问过他吗 问过 你有多久没去看老人了 老人住院为什么你不知道 好了你带着这些问题 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预测结果 预测结果 我真不希望他俩继续过了 我 所以一开始我就堵死他们的路了 说为了孩子 我完全不必要为了孩子 两个都会出 但是我希望男的别出来 我希望这个男人雄起一把 最好的就双不出吧 但是事实呢 会双出 事实总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我们看看他们夫妻之间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特别希望大哥别出来 哪怕是个教训也别出来 既然出来了咱就好好过 行吧 大姐 能不再欺负人了吗 不能 行吧 这世界没办法 就被欺负怪的人不欺负了这个 还难受呢 来吧 我们见证一下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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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老实了这人 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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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老师 你对人好点行吧 谢谢主任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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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伙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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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